高龄80多岁种了一辈子菜的张慕郎 近日发心要义卖他的有机蔬菜 来卷助花莲在地的弱势机构 而他的善意也获得了现议员吴东升 与郑乾隆两位的支持 向张慕郎采购了一批蔬菜 要送给社区福气站的长辈们来食用 洁安香农会龙须产销班的班员张慕郎 在福西村有一块五分地 以友善耕作方式种植各式蔬果 不撒化肥 采生物自然方式 坚持要种出健康安全的蔬果 让民众可以安心使用 都有毒啊 你看我草的嘛 草的我没有草地草这啊 都用喷自己用砍的啊 都没有草农油 坚持外用农油 不用 我记得施肥 有机肥我就放在那边 你主要种什么菜 什么菜都种 什么菜都种 因为我收获吧 不能说穿过的 穿过的什么给你买的 穿过的就搞乱去就不太麻烦 你就是自己买的 对啊 近日他听到朋友在说要捐款做公益 张慕郎想自己种了一辈子菜 没有做过什么友谊社会的事 他也只拥有一整元的有机蔬果 因此他决定用意卖蔬果来帮助弱势机构 因为我年龄那么大了啊 不晓得对社会有没有什么贡献 自己有种菜 菜种得漂漂亮亮又好吃又安全 那就这一些义卖卖出去 将给肉食团体这样 我们又不是很有钱 这我们自己种的菜 我们有这个能力 能帮帮忙人家 我们一口换好吃就好了吧 所以你是买全数捐出 就是买什么 全部捐出 自己在卖 你已经买几天了 我已经买三天去 就买每个一万块 对啊 你是说再試試看 对啊 都捐点钱给人家啊 做一条菜啊 OK 先元郑乾隆和吴东升得知这项讯息 也热心的采购一批蔬菜 赠送给社区福气站的长辈们来享用 透过郑乾隆议员的介绍 我们认识了我们的张大哥 我们的种菜达人张大哥 然后他愿意提供 将最好的蔬果 无毒的最新鲜的 然后可能提供给 我们花蓮市的福气站 还有吉安乡的这些的据点 那以花蓮市来讲 大概有十个地方 我们有十个福气站 是自己煮的 所以东升的团队 希望能够将我们的张大哥的菜 最新鲜的 有机无毒的 就直接让他们当天能够享用 让长辈当天能够享用到最好的蔬菜 3月4号 这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6点 张木郎将在国富时街 四八市场外围再次摆摊意卖 欢迎民众热心响应 一起来买有机蔬果又可以做公益 戒律会见相报道